注意看,三通怎么接钢丝管,这个是内螺纹,这个也是内螺纹,这样子没有办法拧一起,怎么办? 今天教给你一个好方法,一分钱不用花,我们自己用水管做这种接头。 如果说两边都做成这个样子,它就能轻轻松松地拧在三通或者说拧在这个钢丝软管里面了,对不对? 那么这个接头是怎么做的呢?一起来看,想要做出这个接头很简单,我们要做外螺纹,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内螺纹,像这个就可以用。 怎么来做?我们找一把大钳子夹紧它,之后用火烧,让这个接头温度升高,把这头插进去就能做出来螺纹了。 像这样子我们给它加热,让它温度升高,升高了之后把水管给它塞进去,这个是我们老师傅常用的方法。 自己做螺纹接头,不用花钱,也不会漏水,我们旋转地给它加热。 加热完了之后,我们把这个水管给它往里面塞,你看,起皮了,对不对? 我们一直往里面塞,塞到我们塞不动为止,之后我们像这样子耐心地等它冷却,就能做出来外螺纹了。 这个地方等它凉了之后,我们把它拧下来,这两头都是自己做的外螺纹,你看,非常精美,非常漂亮啊。 之后我们就能接了,像这样子轻轻松松地把它给拧上去,拧到底,之后这个钢丝管也是一样的。 你看,是不是,简简单单,轻轻松松啊,这样子我们就接上去了,非常实用啊,分享给你。